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勇 今天要講的是綠毛蟲的進化鐵甲蛹 鐵甲蛹的日文名是Toranseru 是來自英文Transform和Cell細胞的結合 用這個名字的原因大概就是指鐵甲蛹為了準備進化巴他蝶 他會不斷更新體內的細胞 鐵甲蛹是一隻綠色的蟲蛹外形精靈 身體呈身穴的形狀 身體的前端和尾端都有一個分節 鐵甲蛹的特殊能力就是外殼非常堅硬 會通過變硬令外殼更堅硬來保護自己 不過除了變硬之外就甚麼都做不到 在進化巴他蝶之前只能動都不動一直等待 而在無人篇第四集中 出現過一幕是主角小智用鐵甲蛹對決另一位訓練家的鐵甲蛹 由於雙方都沒有攻擊的手段 最終雙方不斷使用變硬的絕招 戰鬥亦沒有辦法繼續進行 因為兩個人已經硬了 是整個人 在遊戲中如果從六無叢開始進化就會有一個撞擊作為攻擊手段 如果直接捕捉野生的鐵甲蛹就沒有這個撞擊作為攻擊的手段 以上就是鐵甲蛹的資訊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like 未訂閱的話按個訂閱 最後會附上一段舊頻道的一段鐵甲蛹惡搞對決的影片 先來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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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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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